欸 好奇怪喔 蛋咖啡 好特別喔 要先試嗎 欸 欸 佩玲常鮮 皮蛋咖啡 口感嚇到懷疑人生 辣 你辣 吃下這個 這個不辣 朋友蔡玲之前在中國南昌巡演 順時品嘗各種辣辣的江西菜 尤其這款Special音品 讓佩姐完全沒花到 飲料 皮蛋咖啡 皮蛋咖啡 欸 好特別喔 要先試嗎 皮蛋是像珍珠一樣的概念 是不是 對 它是鹹帶甜的啊 喔 欸 欸 好奇怪喔 想不透 為什麼要這樣吃 你們一定要喝看這個 Amazing 這個呢 這個是牛肉拌粉 你這個有點辣 你自己注意一點 哈哈哈哈哈哈 辣跟那個 很像吃牛肉乾的那個 滷味 這個咧 那是心肺拌粉 很像吃泡麵 這個是不是很好 南昌裡面的所有的拌粉都很好 都是以拌粉到早餐的 早餐一個拌粉 早餐就吃這麼辣 早餐就吃 真的啊 有那個是不辣的嗎 湖根 鹹的 對 它裡面放了很多 紅蘿蔔 香菇 豆干 肉絲 都可以放 它放好了 炒好了 熱水倒進去 再用紅薯粉 把它攪勻來 就是形成這種狀況 這個是什麼 皮蛋 皮蛋肉餅湯 這感覺不辣吧 這個不辣 這個因為不辣給它第一名 我沒有想過可以這樣吃耶 甜點 甜點 白糖糕 對 白糖糕 這個熱的應該更好吃 麻原 這個好吃 可能因為我喜歡芝麻 很像炸湯圓的感覺 這邊沒有一個地雷啊 這裡多好吃耶 還是因為 不就是 哈哈哈哈 我要推 心肺拌粉 跟這個 皮蛋肉餅湯 甜點我一定會選這個 麻原 麻原